大家好,我是小琪 今天给大家说一下仙人球 说什么呢? 因为有话就是说 我买到的仙人球 本来它的颜色是这个颜色 我们变色了 买到仙人球 你自己养的时候变色 有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呢 就是我们买的仙人球 本身买的是红色的 结果开出来是白色的 是黄色的 这是什么原因呢? 这是有可能你买到假的了 比如说某间货 你买的时候是 看着图片是黄颜色的 拿到家以后就是普通红色的 你看到是那种 很亮丽的紫色的 或者是複色的 到时候以后开出来就是红色花 这就是我们买到假货了 所以说不要偷便宜 去买假货 要从靠谱的上家 他们专门培育仙人球的 这种的价格也不贵 而且还对版 所以说一定要买对版的苗子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 我们养的仙人球 本身开的花是一种本色 怎么开的花颜色变深了 或者是开的花是一种深颜色 结果颜色变浅了 我们养其他主 包括三角梅 也是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 是正常的 主要跟我们养货的环境 比如说光照时间 不一样 比如说光照时间短了 它颜色有可能就会变得更深 光照时间长了 它的颜色会变得更浅一些 这就是区别 光照的时长 跟我们养的球的大小 都会导致它出现变色的情况 肥料的不足 也会导致颜色的深浅有变化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 我们买的时候 开花的直径是20厘米人家说 结果到手以后 怎么开出来5厘米10厘米 花颜色没变 但是花朵变小了 而且花形也会稍微有的改变 本身它的花是张开的 结果包起来了 跟我们温度有关系 比如说它在春天 刚刚温度回升 温度在20度以下 温度相对比较低 它开的花有可能小 而且开的花形也有可能不周正 比如在秋季 临近冬季的时候开花 它的花也会小 也会出现不周正的情况 还有一种就是 肥料不足的情况下 它的花会开的小 甚至会出现落花苞的情况 开出来的花颜色也会有差异 这就是主要原因 仙人球 你只要买到靠谱的 只要说保证光照 时间不少于八个小时 球足够大 不是太小的球的话 它开花一般都是正常的 如果说 您的各项条件都不足的话 想想的话 开出啥来就看啥了 学会了吗 学会了 别忘了给小鸡点个赞 点个关系再走